剛讀完畢業後,我入了一間紮鐵公司做文員 在工作期間經常聽到很多地盤上的術語 我就覺得很有趣 看到這個行業的發展機會都比較多 公司很肯給機會新人和培訓新人 我就開始慢慢接觸到工料測量的工作 做著做著覺得挺適合自己 我就選擇了這個行業繼續發展 其實我現在還在進修工料測量 希望可以繼續進修上去 同時獲得多些工作經驗 可以獲得工料測量師的專業資格 我畢業後,在一間裝修公司 從事細目工匠的工作 期間在不同的酒店維修 或者商店裝修工程上也有份參與 期間和很多不同的師傅合作過 在他們身上學到不同的技巧 除此之外,我在中心學到的技巧 也可以應用在職場上 勉勞各位師弟妹 在建造行業 沒有窮人,只有懶人 只要肯努力,肯用心 一定能賺到食 屋羽建造監工 其實是工程前線的管理人員 負責協調和督道工程的進行 完成業主的心願 以及以管理time cost quality為目標 議會的壽藝是動靜結合 有工藝上的培訓 也都有理論的學習 還有最新科技運用 例如MIC、BIM和VR 希望我日後可以成為一位 專業的建築測量師 貢獻行業 約定你馬上來我們建造業議會攤位 1DC02 盡情投入 發掘更多可能 成就專業 2月1日至4日 香港貿法局 教育及職業博覽 約定你